跑钱谈判破裂 警局旁丢信号弹 大半夜的派出所门前怎么这么亮啊 又是火光又是烟是火警吗 不是是有人丢信号弹 什么这么嚣张哦 这两派人马为了两百万债务啊 约在台北市名称席路的双联派出所附近谈判 我没钱 结果欠钱的说没钱还 就被点信号弹威胁啊 救命啊 欠钱的那个跑到派出所求救哦 对啊 警员冲出来抓人 我朋友当时路过吓死了 后来有抓到人吗 抓到三个 女债主主贤还跟警方说对方欠债不还 自己才是被害人 派出所旁边被这样搞 警察气死了吧 后来以恐吓和反害自由罪 把他们送办 丢信号弹那个还没抓到